中国0555导弹驱逐舰上有四块神秘的巨大平板,下面究竟是什么配备? 资深军事作者点冰堂之指,并不是网路上所认为的米波像控制雷达,最大的可能是电子战系统,而这四个大型护照竟能让美军导弹瞬间致盲。 点冰堂指出,一般而言,舰体两弦是RCS最大的地方,最容易被发现也最容易被攻击,因此加强两弦的电子战能力是仍处于相对防御状况的中国海军最现实的选择。 目前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面临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除了水下武器外,最大的有两种,第一是美国及其盟友的电子战飞机,第二位个型反舰导弹。 据新浪军事报道,点冰堂点出,目前美国和其盟友装备的反舰导弹,绝大部分都是末端雷达引导头,就算他们能够突破中国的层层拦截,但他们一旦进入到最后的340公里时被S波段雷达发现后,会被压倒性的电磁干扰。 他们那小的可怜的雷达引导头,会瞬间致盲,导弹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这样就能极大的提高中国军舰的生存能力。 像美国新一代AGM-158B这样采用末端红外成像的反舰导弹,由于射程超远500海里,中途要GPS进行导航, 055也可以向迪弹来袭方向干扰GPS信号,来大大降低命中率。 点兵堂表示,055持逐渐肉煤配备米波向控制雷达,如何解决隐身目标的预警问题,这就得向美军学习。 在中俄装备隐身飞机之后,美军对12预警机进行了升级,尤其是对隐身目标的探测性能。 目前中国已在开发预警机,未来预警机,现在战斗机配合055,中国海军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强劲的对手。 中时电子报